结合智慧影音技术 松下自驾车设计超越想象 科技巨博松下 公布了他们对自动驾驶车车厢的未来愿景 松下的自动驾驶车车厢有四个座位 可以面对彼此 中间则有一个互动式数位显示系统 每个座位都有一个独立显示器桌面 能够让乘客规划行车路径 玩游戏或读取资讯 四个显示器也能够合并成一个桌面 和更大的显示器 车厢的内装采用塑胶智慧型材料 不但能显示资讯 还能将外观转换为木质、金属或皮革样貌 扩增实境的车窗 也能展示汽车周遭环境的资讯 像是地标或景点 而且每个座位都有个人音讯区 可以享受整合了喇叭的头枕 脸部辨识技术能够识别驾驶 而且只容许登记合格的驾驶 控制车辆 如果驾驶选择手动开车 有八部摄影机的系统 会在挡风玻璃上显示扩增实境影像 为驾驶导航 松下在赌城的CES2017消费性电子展 公布设计 该公司表示设计还在规划阶段 但他们希望这个概念 能让民众更了解 自动驾驶车未来可能的样貌